《词诈》 既无实据 又无人证 更无杀人动机 就此定罪 简直荒唐 瑞姬之死 交廷尉重新调查 未及无罪释放 谢皇上 若是哀家不准放 又当如何 太皇太后金安 太皇太后金安 陛下 都起来吧 谢太皇太后 祖母何以御尊到此 哀家知道皇帝和皇后 在审理后宫凶案 哀家怕有偏颇 所以特来看看 未姬杀人只是片面之词 并无杀人动机或人证物证 故孙儿将其释放 未姬之死交廷尉调查 母后 陛下 我有人证 可凭据皆动机 那就宣证人吧 奴婢小倩 拜见太皇太后 皇上皇后 年礼了 待会儿问你什么 你就答什么 诺 小倩 魏姬如何对待瑞姬 快讲出你所知所闻 定太皇太后 皇上皇后 奴婢每日送饭食于瑞姬和魏姬 长文魏姬埋怨照顾瑞姬辛苦 更恨瑞姬偶尔发狂 让其身心受伤 不 闭嘴 奴婢没有撒谎 这是瑞姬所要 魏姬曾说 恐怕不知何时会再受瑞姬痛打 深恐性命开余 未求自保 得先下手为强 小倩 我跟你无怨无仇 你为何诬陷我 子夫 对不起 但在太皇太后皇上皇后面前 我不得不说实话 不 我 你还说 反正瑞姬狂殿下人 他死了也没有人疼惜 到时候 定能脱罪 你撒谎 我没有说过 既然人证动机都在 就暗罪处死吧 来人 在 在 你受谁指示 说 回陛下 奴婢从没有伤害瑞姬之心 更遭乱受人指使 但如今有人证书你意图杀人 是证人说谎 奴婢虽曾被瑞姬所伤 但他是无心的 奴婢从来没有记恨过他 陛下 这案件已经一目了然 而且太皇太后已经定夺 何必再给凶途机会呢 姑母 所谓卫姬杀人 而断案所疑的人证动机 指单凭宫女小倩一人之词 这当中疑点重重 若是卫姬下毒 到底毒从何来 陛下英明 卫姬只不过是一个新晋的佳人子 怎么可能胆大包天 藏毒宫中 甚至怠毒在身 若小倩所言属实 卫姬是因为不堪折磨 而毒杀瑞姬以求自保 那么毒杀就不是欲望 若是如此 卫姬难道一直藏毒在身 那她的目的何在 陛下可见她居心叵测 她本来不只要对付瑞姬一人 可能还有其他不轨意图呢 那干脆尽早下令将她处死 看来皇后也认为此事所牵扯的 不只是老宫人被杀 而是另有玄机 那就更不能就此结案 非言加戏查不可 陛下 臣总觉得还有些疑处 也许当中 有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 朕不查可真相大白 绝不罢休 陛下 一个艰险女子 私带毒物入宫 有害人之意也好 有自保之心也罢 反正她用毒杀人 就应该伏法 所谓阴谋 不过只是猜测而已啊 就算真的要查 也未必能查得出来啊 这阴谋怎算似是而非 朕目下就有可疑之人 能指使他人替之卖命 能利用宫里人脉 在后宫覆手翻云 此人 或是你 平阳公主 你 你 当日是你献魏姬进光 不尽这乱局 岂会与你平阳侯府毫无关 陛下 我与你自小亲厚 我自问对你问心无愧 当日位于帝皇敬献未接 只是希望能替陛下分忧解仇 不料这一片冰心 到如今 却成了蛇蝎心茶 陛下尽管查 不查清楚 我绝不会罢休 我倒要看看 能查出我平阳公主 有什么阴谋诡计 好 若查出有什么来 即使是至亲 朕也必严惩 要不然 就愧对祖父祖母了 彻儿 你为了查究这宗案子 把你亲姐姐都牵扯进去了 甚至 连你的祖母和祖父 都搬出来了 是不是啊 祖母 索儿知道 这瑞姬 曾是祖母侍的 祖母此番亲来听神 俗见主仆情深 必不想瑞姬 死得不明不白 苏儿为了祖母后代下人的情分 还有祖母的名声 一定要查出真相 好 就依你 谢祖母 母后 祖母 哀家给你五天时间 不许 董红 臣在 立刻将魏姬 樊娘 小妾 一并带去非常殿 诺 祖母 我乃六宫之首 此案的犯人与证人 理应交由我来管 祖母 此案非比寻常 未必只设后果 可能牵连朝廷 好了都不要说了 大家都别争了 全由哀家来看管 樊娘和孝茜 暂时安置于长信殿配殿 平阳府有关人等 留居皇太后的长丘殿中 不得踏出宫门半步 至于魏姬 将她单独求于望兴阁 彻儿 五天期限之内 哀家 她 必保她安然无恙 要是你能证明与她无关 哀家马上将她释放 否则 哀家就以她的人头 祭奠锐基 那歌集果然是个祸害 连累我全府上下给囚禁起来 平阳侯府何曾受过这种待遇 参见军侯 公主 参见军侯 公主 你们 把她关到哪里去都好 就是别跟我们囚在一块 她 跟平阳侯府全无关系 下去吧 军侯跟你们说笑而已 诺 说笑 公主啊 皇上随时论罪 他是那歌集的弟弟 被牵连没话说 可是把我们平阳侯府都搭进去 不是太冤了吗 我们姐弟祸及军侯 给军侯带来麻烦 求军侯恕罪 但 依小的余剑 皇上断不会为难公主 说不定 这只是救我姐姐的缓兵之计 住嘴 你以为进了宫 你就真的以为自己长进了啊 你懂什么呀 皇上用的 正就是缓兵之计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起身吧 谢公主 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只是 胜意难测啊公主 虽说皇上有什么缓兵之计 虽说皇上有什么缓兵之计 但现在大家仍算是戴罪宫中 你倒笑得开心血意啊 最好我平阳府的人 以后都给关在宫里 好让你跟女儿团圆是不是 你就由他们吧 大家都出自平阳侯府 自然是要续续亲情 续续旧了 难道要哭丧着脸吗 公主 公主 君侯 奉皇上旨意 请公主到非常殿问话 问话 正要用膳呢 皇上已备好酒菜 且召来了八人不年 恭请公主 八人不年 君侯 上编之礼啊 好好好 公主 那你快去啊 去啊 我 就是 不是说有话要问吗 想问什么 不妨直说 弟弟想问姐姐 这新境贡的蒟蒻酒 味道是不是姐姐尝过美酒之中 最上场的 不错 既是姐姐喜欢 那么弟弟 便全数留给姐姐吧 弟弟有难题 你我姐弟同当 这好酒难求 何不风干同味呢 弟弟有难处 姐姐想都不想就帮忙 如今这点小心翼翼 岂会不悉数送给姐姐们 母后那边是有点生气 不过你放心 我劝她只当是我入宫 与弟弟亲近几天 反正不是真的姐弟不合 母后已经安心了许多 只是弟弟需要尽快结案 到时候再向母后请罪就没事了 弟弟何尝不想尽快结案 只怕姑母行事甚密 不会留下尾巴 你倒说得坦白 子夫谦后 除了殷宠遭度之外 还有其他理由 会惹上祸断 樊娘竟然安排子夫 去向瑞姬学功归 其实 一开始就是个圈套 至于那个小倩 看似柔弱 却得势不饶人 对子夫的指控 全触及祖母心思 一看就知道 是有人指使 究竟谁人指使 我们心中有数 现在就从瑞姬的死因着手 先查出死因 找到下毒源头 这样 就能顺藤摸瓜 查出真相 参见陛下 公主 回来了 玉姬怎么说 据玉姬查验所报 瑞姬的确是中毒而死 至于是合毒所致 他们一直在查究 却难下定论 会是厨房动了手脚吗 瑞姬死后 玉姬怕是厨房出错 曾去细查 连她当日的食物残羹 也留起细宴 一概查不出有什么问题 臣会继续调查 樊娘小倩的一切 朕以下旨 不管任何人 如有报信 赏 有线索 赏 有证据 更少 那我就动用宫中 所有人脉 追寻线索 希望尽快查出真相 如今我们最大的敌人 就是那贪池光业 太皇太后惊安 太皇太后惊安 这鱼啊 尚且通情达理 知道饿死了 会让主人不高兴 所以饱食三餐 可有些人 却有食不食 却有食不食 无中生事 是存心跟哀家作对吗 你是有意弄出性命之忧 让哀家 失信于皇帝 他是害的人 心有余悸 而食欲不振呢 禀太皇太后 奴婢这两日来指引不食 不是存心与太皇太后作对 而是想 以此对瑞姬 尽哀悼之思 这话道新鲜 谁听了都觉得稀奇 这样的谎话 你以为 哀家听了会相信吗 请太皇太后明见 奴婢未曾说谎 万物有亲 连鱼儿也懂得体念主人心 更何况 奴婢跟瑞姬相处多日 自然是有情分的 他不是曾经 癫狂发作 伤了你吗 过来 让哀家摸摸那伤口 咬得很深哪 这罪不好受吧 要说为此把他杀了 哀家戏 要说跟他有情意 为他哀悼 哀家不信 锐姬伤我只因病发 我并没有害他的道理啊 你是太过纯真善良 还是太过诡计多端 故作矫情 想撇清罪责呢 奴婢的确没有杀他 除了病发的时候 锐姬一直待奴婢很好 宫中规矩礼仪 他也是知无不言 在我眼中 他是可怜 但更可敬 可敬 如何可敬啊 他虽知自己身在冷宫 但只要一清醒 就会把自己梳理整齐 施上脂粉 插上他真爱的双蝶布摇 把自己有上疤的脚包裹好 总不是他作为一个家人子的身份 锐姬力求端庄 不管有没有人看见 只管尽心尽意做好本分 他教奴婢的第一样共规 就是分尊卑 忠心施主 够了 他可曾向你提起 他忠心施主的下场 我不要花太 我不要 锐姬要是不奋于自己的下场 就不会教奴婢 忠心二字 他 他可有数 怨恨过谁 给我放开 我不要 我的孩子 死前 有是否有遗恨 怨恨何人 遗恨何事 锐姬曾未明说 奴婢也不想知晓 他只曾经低探 一入宫门重重申 身不由己是事哀 重重申 世事哀 那你呢 可有感同身受 奴婢从小所学 是随事随在 安之乐之 是心善至坚 与人和乐 还有 笑着日子容易过 好 哀家会将你的善事 改为债法 让你继续哀悼她 谢太皇太后恩典 奴婢斗胆 求太皇太后赐我支鸡私献 听说你之前已经向宫婢 要了眷布针线 缝制眷花 得以解闷儿 现在又要织机 奴婢缝制眷花 只为装饰锐姬观目 今日亲见太皇太后 奴婢就在斗胆恳求 得支鸡私献 支出三尺赤铃 为其遮蔽足上伤疤 让她稍补遗憾 安心而去 过来 每作每一 不料还如此善解人意 难怪 连皇帝 都为了你 神魂颠倒 施了分嘴 一定要 当年皇上 最疼爱我 在我豫族 细嫩千佣 脚上有了疤痕 就再无眼 面见皇上 陛下 查得怎么样 回陛下 那樊娘的叔父原是御医 曾隋君 束手何夕一带 那他也许因此而认识药理毒物 从而对瑞姬暗中下毒 这的确说得通 可他叔父三年前已经离世了 难以进一步查证 陛下 御医们送来的医书 当中可有什么线索 若是有 朕会这么交集吗 只有瑞姬与瑞姬共处一事 所吃的东西都一样 却只有瑞姬一人中毒 看来此毒 用得相当蹊跷 可惜我们可以参透各种玄机 的时日不多了 小倩的背景很简单 只是个普通的宫人 反而樊娘比较复杂 她没有兄弟姐妹 却在宫外养着一个八岁大的侄儿 陈会在进一步调查 即使有重伤 还是没人来逃 子夫的生死 要看天命了 白昼降临了 平日朕最爱看见旭日东升 总觉得朝气蓬勃充满希望 可这几日 朕却希望日光不会出现 似乎日子流逝得更加快了 皇后金安 窦太主万福 母后金安 免礼 秋萍你先下去吧 诺 祖母 孙儿给祖母带来了用天麻 芙苓 还有薰衣草制成的香囊 据说能安神养气 睡得特别香 金蝶相伴 零应绕粮 你们应该知道哀家 这玲珑双蝶放着多年 从未再碰 也不许别人碰吧 娇儿有所耳闻 那依你们看 哀家今日为何又取出戴上呢 怕 怕是怀念故人吧 原来你们知道 有些东西哀家收起 不等于就会忘记 有些人哀家不见 不等于 不等于哀家就不在意 当年哀家 能得到孝文皇帝的欢心 瑞姬也算有功 哀家本想 给他一个安稳的一生 谁知道 有人要断了哀家的人情 祖母 断你人情的 是未及那个贱人 别摆弄哀家 哀家跟那家人子谈过 他是怎样一个人 哀家清楚 哀家不是说过吗 眼忙 心不忙 母后 是不是女儿做错了什么 惹你不高兴 如果是 女儿在此求母后原谅 女儿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母后 母后 娇儿她苦啊 你知道这个后宫 即使是皇后 也是要步步为营 是 娇儿平时是刁蛮了心 任性了心 但是她心无诚服 何况娇儿 这么多年都还未有所处 当中她受的委屈 可想而知啊 母后 祖母 母后 你是何等人物 当年尚且需要借助外力来雇宠 何况是娇儿呢 后宫凶险 有时为了自保 也不得不做出牺牲啊 其实祖母 娇儿也不想独得地宠 只希望在皇上心里 留点位置 可是 那个位积 不过是平昂侯府的一介歌姬 皇上竟然为了她 在母后面前演戏 还要给平昂公主 胡乱灌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 只不过是想拖延此案 这个位积才刚入宫 就让帝皇家落下笑柄啊 母后 也许你觉得这个家人子讨人欢喜 想放她一马 但是人心难测呀 今日是好 但明日呢 怎能挤骨肉血脉 永远不变得亲情啊 母后 祖母 其实娇儿 只想常伴祖母身边 侍奉祖母 这样 娇儿就心满意足 别无他求了 娇儿啊 你带来的香囊 当真养神 拿给祖母试试看吧 嗯 嗯 祖母用过之后 一定会喜欢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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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母 你闻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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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宫人们的传言 这樊娘在宫里 应该有个相好的 但就不知道是谁 臣也觉得 她跟外面养着的那个侄儿 关系并不单纯 要是她真的 在宫里做出淫秽之事 可能因此给人把柄 任人摆布 如果世上真有毒物 用在不同人的身上 会有不同的效果 那么医师们一定会记录下来 若不是 瑞姬之子 会否与毒物关 可玉衣已经断定 瑞姬死于中毒 其实这中毒呢 也不一定是有人下毒 吃错东西也会中毒嘛 你们看 喜娘她吃了烧兔肉 又跑去喝白菜汤 年纪大 体质弱 乱将相冲的食物呢 混在一起吃 你看 现在不就惨了 我做了厨工这么多年 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 我记得他们之前 查过瑞姬喜欢喝甘草汤 若是甘草 配以何种食材会相冲啊 这样一来可就难说了 因为食材啊 调料啊 烹饪方法 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这是桂花粉 甘花盐成的 该不会跟瑞姬的食物相冲吧 好 天香 这个小的也不敢肯定 这是厨工 董瑜用来制作调味香料的材料 董瑜 他喜欢用干花 香草 研磨出特别的味道 他略懂伊犁 从未出事 哪个是董瑜 叫他出来问话 董瑜前些日子回乡探亲去了 死了 臣追查到那厨工董瑜在宫外的住处 起料在附近的井里发现了他的尸首 人人都说那口井长出意外 也曾经有人失足 殿下淹死 这么巧合 你相信吗 臣不信 这事董瑜一定脱不了关系 臣依他的背景 又追查出当中的人脉端倪 只可惜 这些都不能作为翻案的证据 你肯定那天香有问题 臣曾束手西北 织着香叶从西域传来 性极寒 老弱者不亦服用 若瑞姬常年喝 用甘草盐配的汤药 再加上这个二者相冲 出事的几率会很大 可惜 这只是你在边关的见闻 不能做理据 更难以让众人信服 厨工虽然见过董瑜用天香 混在瑞姬的食物中做调味 但却说不清楚其中的分量 即便现在传御医钻研 也虚实才能断定 瑞姬是否因这两种食物相冲而致死 可我们只剩一日不到 陛下现在所查到的 都虚实考证 更不其样 看来 也只有最后一波了 什么 皇上要来 刚刚收到通传 应该已经快到了 明天就断案了 他现在过来 不会是查出什么东西了吧 参见陛下 快起来 起来 皇后用膳了没有 还没有 那就一起用膳吧 你看 朕给你带了些南方的典型瓜果 全是快马连夜送来 特意带给皇后尝尝心 谢陛下 皇后不必拘离 来 你们都下去吧 诺 皇后 朕初登大同 想有些作为 要兼顾的事情多 也许你会觉得朕 冷带了你 这些臣妾都明白 陛下放心 臣妾没有任何怨言 皇后申明大义 朕就无后顾之忧了 陛下 我们两个 从小就相识 常玩在一起 感情轻厚 我们小时候 就是像这样分享美味的 这种感情 岂会轻易受到影响呢 皇后你放宽心 不管如何 你都是朕的皇后 听到陛下这句话 臣妾好开心啊 那就好 皇后谨记此话 就忘了之前的风风雨雨吧 像从前般彼此信任 别再与后宫的其他嫔妃 计较纠缠了 陛下的意思是 瑞姬死因一事 京阵连日调查 最可能是食物相重 中毒而至 这大多属于意外 根未及无关 是吗 此事疑点重重 未必真的就是毒杀 何必错判伤人命 不如 皇上好久没有这样 温柔对臣妾了 臣妾本应该高兴 祖母素来最宠爱你 若是你能亲自向她老人家 说清楚事情始末 将这场风波平息 朕定会感激你 以后大家琴瑟和谐 感情更深厚 你我的感情 不是从小就开始的吗 为什么要我帮了她 才会更深厚 祖母的意思 臣妾不敢忤逆 危机杀的 可是祖母的故人 不知皇后是不敢忤逆 还是一心要铲除未及 不惜伤及无辜 无辜 如果是无辜 那皇上这些日子以来 应该查得很清楚了吧 无需婉言令字 要臣妾去说情 自从夫君登基以来 你有几次这样温柔细语过 现在却是为了别人 我凭什么要帮你 不凭什么 就凭你我之间这点情分 凭你作为大汉皇后 该有的气度 就凭陛下一句大汉皇后 臣妾更不能寻思 好一个不能寻思 朕明白了 回禀陛下 太皇太后说要歇息了 请陛下明日再来 回去再传 说朕有急事伤众 诺 皇上说有急事 非要见太皇太后不可 才听关桃说 皇帝为了那魏姬 去求娇儿 现在可好 现在可好 求不到娇儿 又来求哀家了 你去跟皇帝说 哀家身子不适 任何人 都绝不可打扰 绝不可打扰 绝不可打扰 是 那就没办法 那就没办法了 段红 臣在 你刚才不是回报 已经找到证据 证明樊娘就是毒杀瑞姬的主谋吗 正是 你马上去捉拿樊娘 诺 求平 给朕的禁位引路 陛下恕罪 太皇太后有命 没她同意 任何人不可骚扰 樊娘和小倩两个证人 死一时彼一时 现在太皇太后奉体为和 毕竟说了绝不可打扰 朕又不能不秉公办案 那就只有先生厚奏了 你快起来引路 让犯人有机可逃 诺 秋萍 找我有事吗 樊娘 我们已经找到证据 证明你与瑞姬被杀一样习惯 现在带你去见皇上 你别乱说 有什么证据 你认识这个皇上 这些就是在夜庭你的房间里找到的 你就是用这个天香害死了瑞姬 怎么可能 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 哼 在我的房中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是吗 你的叔父曾当过御医 并随君在边关多年 你不会连天香都不认识吗 那又怎样 那是我叔父 而且他已经死了三年了 你曾替你的叔父抄写医书 应该不会不知道天香与甘草相冲 何用成毒 你就是利用这点来毒害瑞姬 并加害魏姬 你全是一侧 根本没有凭证 要我带董驴来跟你对支吗 什么董驴 我 我根本不认识 那你为何出入他的房间 你的发柴为何在他房内出现 这差子根本不是我的 你伪造证据 含血喷人 来人 证据确凿 你 带走 诺 皇上 真要驱打成招吗 大人 太皇太后 让我和萧茜留在这长信殿 就是怕我们被冤枉 太皇太后英明 一旦知道你借用毒瑜之手 害死瑞姬 必定不会轻饶 求太皇太后为我们做主 太皇太后 徒业大人 你虽受谎语 但人在长信殿 你们要有真凭实据才好 要不然即使皇上也难向太皇太后交代 冬瑜已经亲口承认罪重 说樊娘就是主毛 全都是说谎 冬瑜已经死了 人证无证都是他编造的 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冬瑜吗 我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带走 诺 娇儿 今日天朗气清 正适合送那女人上路 削你屈辱 劫你怒气 这几日真是太漫长了 多一刻我都等不了了 放心吧 皇上查了好几日都没查出什么事 而且还特意去找你求情 那个贱人未姬 肯定活不过今日 你就安心地等着看好戏吧 太皇太后驾到 祖母 宋儿来给你请早安了 母后姬安 都起来吧 皇上驾到 陛下是安 起来吧 陛下一早来到常信 殿殿 想必是为了魏姬 来向祖母求情的吧 太皇太后 守正不阿 言出如山 魏姬若不是凶手 祖母定不会为难 要是凶手 自当从严成志 彻儿 反正真相已明 就结案吧 诺 是 断红 带上来 参见太皇太后 参见陛下 参见皇后 犯人已带到 奴婢拜见太皇太后 皇上皇后 你二人如何令瑞奇中毒 有嫁祸于魏姬她 说 你像月色一样的沉默 你像月色一样的沉默 如雪花落在湖面融化我 寂寞的烟火 忘掉年月 让天空快乐 让天空快乐 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 静静的投影在我的轮廓 也许我让你心如刀割 等一个结果 我 古铁飞过沙漠 爱得太执着 人间的风光 都看过 在凌云 在凌云曾做过的 是最动人的景色 你是围在我心底 直到天地了 将我们分离 你的笑脸 比思念还清晰 比流水还沉黎 包围我的天地 你 周围在我梦里 我让你也留下一片痕迹 你的心 比呼吸还细腻 以沉默的清晰 出现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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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你的回忆 达了 出现我的回忆